变形金刚之 毒刺 毒刺是人工制造的高科技武器 并在大黄蜂的基础上模仿和升级 它可以变形为意大利生产的帕加尼风神跑车 而且公认的比大黄蜂更加先进和帅气 所以当大黄蜂看到自己的冒牌获食 气得直接一脚将展览中的毒刺踹倒 毒刺诞生与PSI公司的一家人造金刚工厂 他们专门研究死去的汽车人 以及制造全新的变形金刚武器 惊破天就是根据已死的威震天进行升级制造 他们采用的都是粒子技术 可以根据需求改变自己身体的形状 不过脑袋不可以变形 粒子形态下可以免疫普通的炮火攻击 同时这种形态也无法攻击敌人 所以在战斗中这些人造金刚都没有选择变形 毒刺和大黄蜂冤家录者 这是一场盗版与正版的正面较量 不过毒刺明显比大黄蜂更加先进和强壮 在格斗能力上一直碾压大黄蜂 最后大黄蜂被赶来的翼龙飞镖所支援 毒刺紧随其后抓住了飞镖的尾巴 两个不会飞行的战士展开了一场空战 即使这样大黄蜂也没有占据优势 反而翼龙飞镖被毒刺用导弹击中 最后受伤坠落地面 而大黄蜂毕竟是变形金刚的亲儿子 凭借主角光环最后用机炮封爆了毒刺的脑袋 脑袋是人造金刚身上唯一无法变形的部位 也是最致命的弱点 最后毒刺的脑袋被翼龙飞镖当临时吃了